我們發現108年開案的比例是98% 一直到今年只剩下72%了 它大幅下降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人力不足 導致於他們量能不夠 沒有辦法再開單 沒有辦法再負荷了呢 我們知道說市府團隊真的非常的用心 想要活絡我們的經濟嘛 包括了可能未來聯制團的發展 還有包括演唱會經濟都是 無非就是想要讓大家收入多一點 無非就是想要讓大家過更幸福的日子 所以呢我們天下雜誌的評比 從2021年的六都墊底到去年第二名 到今年拿下金牌了 我們看見了市府團隊的努力 我們是幸福城市 但是幸福城市的背後呢 到底是有什麼樣數字在等著我們去檢驗呢 標準化自殺率 我們扣除掉一些極端的人口 或者是說一些做一些年年平均 得到了一個最有參考價值的 自殺死亡率的標準化 我們發現六都 我們殘聯五年的第一耶 那包括了這個死亡人數 我們看如果大家對於標準化死亡率沒有感受的話 那麼自殺死亡人數呢 我們發現從95年到今年已經有8000多個人自殺死亡了 這個數字其實很沉重啦 因為每一條人命都是代表著一個人一個家庭 我們每次看到有自殺的相關新聞 我們選擇了走上生命的鏡頭 我們在部門質詢的時候有質詢過衛生局 所以百分之百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中間的落差到底在哪裡 我們看到是72% 好那既然你說百分之百好了 我們看一下 百分之百也就是說它只要有通報 你們就通通接喔 但是通報通通的接是這樣子嗎 我們從自殺的通報系統裡面看到這個數字 看到這個案例 評估結果是不收案 為什麼呢 因為判斷它只有自殺的意念而已 沒有自殺的企圖 問題來了 衛生局告訴我們開案百分之百 我們馬上隨便撈 就撈到一個你不收案的一個案例啊 為什麼是這樣的結果呢 另外一個數字很可怕的是 我們發現有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個案 它在沒有通報或是通報當天 它就死亡了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行為中心 還有我們衛生局 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這個數字 再來我們的通報案啊 30天內再自殺率是6度第一名 也是遠高於全國的平均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我們知道說 行為中心很吃力很吃緊 自殺關懷員呢 它的比例是一個自殺關懷員 要關懷91個有自殺企圖的人 1比91 我相信這個數字 應該是透露出的一些問題在 人必須要趕快補進去 錢也要趕快到位 但是我們錢有比較少嗎 其實沒有 所以我也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 我希望行為中心可以病入毒房局 升格為心理健康局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建議呢 我們從一些文獻當中可以發現 毒品焦慮憂鬱 它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 而且憂鬱症呢 會使成年之後的患者自殺的行為 風險增加十倍 所以他們的共病是環環相扣的 我們知道高雄市為了宣誓打擊毒品的決心 在107年成立了全國唯一的毒房局 我們看福島儲育科它裡面也有一項業務 是要辦理各項的心理諮商 等於是跟心慰中心的功能重疊在一起了 那我們也看到說比較其他六都 除了我們高雄跟台北是把毒房跟心慰預算 兩筆預算分開來計算以外 其他的四都通通都是合在一起算 但是他們合在一起算 一億多兩億多都不及 我們高雄市單單一個心慰中心來得多 所以如果我們要解決人員不夠的問題 心慰病毒房 如果人變多了是不是也有量能也出來了呢 那我們也知道成立了毒品防治局之後 我們高雄的毒品犯罪一直在下降當中 代表說我們毒房局成立的是有它的道理 而且也看到它的成效 那既然我們已經下降 現在是僅次於新北下降全國第二多的 下降百分之五十 代表它的階段性任務 應該也算可以告一個段落的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回過頭來 重新的從頭的去重視 從重視他們的心理健康開始呢 美國呢 他們也有分心理健康的服務 他們把藥物擁用預防中心 還有心理健康服務中心也放在一起 包括我們中央的衛福部 也是把他的心理健康 還有成癮的防治放在一起 會比較清楚它的脈絡 所以我的建議是 希望市府可以宣誓你對心理健康的重視 還有改善自殺數據的決心 並且要提升我們心理健康 還有毒品防治局的預算 加強專輔 還有各管人力的補足 人力很重要 你不能有錢沒人啊 有錢沒人也是百搭 再來要推廣心理健康到三級校園 減少青少年間 為了增加同產的認同 而濫用毒品 並且必須要通過專業的儲域協助 毒品適用者復歸社會 減少毒品的適用者再犯 不知道說 市長對於我這個大膽的建議 您以下如何 請市長回答 議長 謝謝白議員的指教 這個我們在公共衛生的一個統計 我們在自殺的標準化這個部分 跟四都沒有顯著的差異 是台北比較低 這個是事實 但是跟其他 因為還有信賴區間一些統計的一些問題 這個也跟白議員做報告 那第二個 我不太贊成剛剛白議員的講法 因為中央每一個組織 它都會有時候像我們38個局處 我們就受限 那中央其實也同樣會面對 組織修法的問題 譬如說以前的口腔衛生 跟心理衛生 其實被歸類在同一個 那我們在高雄已經把它分開 因為犯罪的預防 毒品的防治 跟所謂的自殺心理等等 這個還是兩個比較不一樣的範疇 即使中間有重疊 譬如說 我們帶一些自殺 也許服藥會造成自殺的比例比較高 那這個只是在自殺的理由其中之一 但是毒房局它本身有非常多的業務 包括犯罪的預防 還有藥癮的防治 所以它也會結合其他一些 包括社會局的相關的這些業務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毒房局 它是屬於一個比較協調性業務 整合型業務的一個單位 那我想其他很多的都 包括保護部等等 他們也認為我們的毒房局的業務不錯 所以理論上是中央要把這個案 把它分開 譬如說你們的總統候選人也提到說 這個毒房要有一個專責的機構 我們怎麼在地方我們又走回頭路 又把它又整合 所以我覺得目前毒房局的運作 它其實對於毒品的防治 也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至少帶專業專家的意見 都認為說 其實毒房局這個業務 是一個可以提供一個 整合型協調的一個平台 包括檢警調 包括我們的治安 包括我們的醫療都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 好 那麼市長就要想辦法 來解決人力不足的這個問題 對 自殺它基本上還是屬於一種 我們在講的身體 或者生理 或者是心理 它屬於一個比較健康的一個範疇 心理健康裡面包括毒癮跟藥癮 對 它是屬於一個健康的一個範疇 健康也包括生理跟心理的健康 所以它是基本上是比較屬於這一個部分 那需要其他的協助的時候 我們再由我們的自殺防治會議 來做整合性的這個政策的制定 好 市長說得我認同 OK 沒關係 市長有不同的想法 我當然都尊重 不過希望說 既然你認為兩個局處 沒有併在一起的必要 那麼新衛中心 它的問題是刻不容緩的 你必須要想辦法盡快幫它補足人力 因為它的開案率 是連連在下滑當中的 他們人真的很不夠 就算預算再多也沒有用 多岩市長 會跟既安排 很快 配架